在一片宁静的森林里,住着一对兔子,小兔子活泼好动,而大兔子则沉稳慈爱,森林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嬉戏的欢声笑语,但最温馨的时刻,莫过于夜晚的床边故事时间,森林的夜幕降临,小兔子蹦跳着回到温暖的小窝。 大兔子,我今天跑遍了森林,现在好想听故事啊,我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,大兔子放下手中的胡萝卜,宠溺地看着我,好吧,好吧,我这就来给你讲,在这个有蘑菇和苔藓装饰的小屋里,大兔子轻声细语,开始编织一个个奇幻的故事,在遥远的星空下,有一群星星在窃窃私语,他们说,每个听故事的孩子,都能梦见最美好的世界。 那些故事里的人,总是笑得那么灿烂,我们,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,拥有无尽的快乐呢? 我有点不耐烦了,轻轻揪了揪大兔子的张耳朵,大兔子,别卖关子了,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,快讲故事吧。 大兔子温柔地笑了笑,他轻轻地为我一好背脚,故事的声音像森林中的溪流,潺潺流淌,我听着听着,眼皮越来越沉,直到最后一丝意识也沉浸在了梦想。 大兔子看着花里安详的小兔子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他决定,要把他们的故事,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。 从此,每当夜幕降临,大兔子就会坐在小兔子的床边,讲述着他们自己的冒险和快乐。 这些故事,不仅仅是睡前的摇篮曲,更是他们共同记忆的宝库。 每晚的童话里,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角。 他们的友谊和爱,如同森林中永不凋谢的花朵,绽放在每一个温馨的夜晚。 。